长生博报道 纽约山东同乡会在法拉盛举行了 春节联欢宴会记孔子奖学金颁发典礼 那么由于海内外爱情人士的捐赠 今年孔子奖学金一共有120名来自美国 加拿大 山东以及北京各地品学兼优 获具有特殊才能的获奖学生 山东人我们的宗旨就是弘扬儒家思想 传承孔孟文化 所以我们鼓励身在海外的优秀学子 身在外邦 心系故土 奋发向上 在所在国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 从动良 从才 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我想衷心地祝福我们山东同乡会 我们在会长的领导下 我们始终地把为侨民服务作为第一要务 不断地把我们更多的侨民吸引到我们的团队中来 使我们的会晤有发展 使我们侨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不断得到改善 作为一个山东人我非常高兴今天能跟我们山东同乡会的朋友一起庆祝新年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储席焦志霞在会中向华侨献上新春祝福 同时也感激来自全世界将近800名各界爱心人士对基金会的资助 今年美国孔子基金会与山东省海外联谊会将共同计划在孔子家乡 也就是在区负这边来资助100名贫困学子 而空置奖学金在美东也发展成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奖学金 获奖的总人数也从去年的70人增加到今年的120人 感谢您的观看